100元看1000场电影 又或者买5000斤大白菜 你并没有听错 这正是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100元的购买能力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100元在不同年代都能买什么吧 首先在60年代 100元不仅能看1000场电影 还能买120斤大闸蟹 直接就实现大闸蟹自由了 或者770斤大米 又或者200斤猪肉 足够一家三口吃上一整年了 500元就能买一套房 甚至800元就能买一个带独立小院的房子 而到了70年代 100元不仅能买5000斤大白菜 还可以买10双中档皮鞋 就连分子钱也只要2元大炒而已 80年代 100元可以置办三桌北京全聚德烤鸭宴 一只烤鸭8至10元 而炒菜最贵的红烧海参一份5.2元 最便宜的酸彩汤一碗0.6元 米饭也只要三分一碗 而90年代 100元可以请客6人份的麦当劳快餐 那时候也是红白鸡小爸爸风靡的年代 一盘几何一的游戏卡带 就要花费100元 到了2000年 100元足够4个人饭馆聚餐 又或者买80多瓶啤酒 而到了2010年 100元只够看两场普通电影 加一桶爆米花 那么你知道现在100元能买什么吗